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三单出现女生头像 这才果断接单 很快 司机开车来到机场 此时刚下飞机的女主卡米已等候多时 搬来行李上车后 卡米输入了终点位置 位置是在一个偏僻的农场 离这里距离很远 在车上卡米母亲给她打来视频 此时已经凌晨三点 原来卡米此次前来是为了看望父亲 之前每次来都是父亲接自己 但这次由于飞机延误 没办法只能自己打车前往 如中司机可能是怕路上无聊 竟主动和卡米搭起话来 起初卡米还算比较配合 但由于司机太过热情 问题一直问个不停 弄得卡米有些不想回答 最终以太累为由 礼貌性的拒绝了她 司机对此只好尴尬的表示道歉 因太过劳累 卡米靠着窗边睡了一会儿 等再次醒来时 车子已经开到郊区 还有20分钟就抵达目的地 这时司机突然对卡米说了句 你的头像照片真好看 面对这么健谈的司机 卡米一边表面淡定地回复她 一边偷偷从包里掏出了防狼喷雾 然后还给父亲发出了短信 告诉父亲 这个司机有点奇怪 在车开到一个岔路口时 司机转向了右边 卡米见中 连忙告诉她走错了 这并不是回家的路 可司机却表示 这就是按照导航走的 说完还拿手机给卡米看 卡米一看果真如此 司机见卡米不放心 于是让她亲自指路 卡米想了想 觉得可能是自己多心了 也许这条路能走通 因此没有选择掉头走旧路 而是继续按导航前行 甚至路上还放松警惕 开始和司机聊起天来 聊天期间 司机说自己平常经常打猎 但只用弓箭 从来不用枪 卡米听后询问司机会猎杀些什么 司机淡定地表示猎杀动物和人 此话一出 卡米当场愣住 司机见卡米迟迟没有说话 于是笑着说 刚才是在开玩笑 卡米对此有些无奈 当车子开到一片荒芜的树林里时 司机的手机竟突然屏幕变红 发生死机 司机见状赶紧低头查看 而就在这时 车子哭了一声 撞到一个人 卡米吓得心跳加速 司机也吓得赶紧下车查看 可环绕四周都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出于害怕 卡米让司机赶紧开车继续赶路 但当司机启动车时 却发现怎么都启动不了 卡米认为是司机在开玩笑 司机却表示并没有 为了检查故障 司机下车查看 而坐在车内的卡米奔向给附近打电话求助 但发现手机已经关机 司机认为可以试图搭车 可卡米并不想和司机共同等待 于是他决定掉头 独自徒步寻求救援 临走前 司机递给了卡米一个手电筒 毕竟这树林里黑漆漆一片没有照亮的东西 属实寸步难行 可刚没走多远 卡米竟看见 前面树立着一块死路不通 轻绕行的路标 这让卡米有些疑惑 明明刚才还从这经过 怎么现在就走不通了呢 固执的卡米并没有按照指示牌给出的新路线绕行 而是继续前行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没走几步 又出现一块指示牌 上面写着道路关闭 有种继续走 好奇的卡米继续前行 只见第三块指示牌上写着道路关闭 他能看见你 卡米瞬间吓得毛骨悚然 拼命向前跑去 另一边还在车内等待救援的司机 十分后悔接下卡米的单 如果没有接的话 说不定现在已经上床睡觉了 听到他抽烟感叹时 突然发现车后有个人影 好奇的他赶紧下车查看 却发现空无一人 只见车玻璃上写了一句话 请给收费人付费 司机起初怀疑是卡米的恶作剧 但事实证明并不是 因为卡米绕了一圈又来到了原地 只不过不同的是 卡米是从车尾离开的 而这次回来则是从车头 两人对此一脸懵 卡米认为 可能是有人故意设计环节 吓唬他们 司机听后表示刚才 好像有人来过这里 接着带卡米看了车玻璃上的字 一切的诡异事件 让卡米不敢继续独自前行 于是他让司机守在外面 而自己则躲在车里等天亮 等待期间 卡米在车里试图寻找充电器 但没想到 竟意外找到了自己和父亲的照片 卡米瞬间明白 原来自己早已被司机盯上 这一切都是司机在作怪 正当卡米不知如何是好时 司机突然敲打车窗 向他索要手电筒 要是想去前面探探路 他爱司机走后 卡米来到后备箱 寻找防身工具 箭里面只有弓箭 于是就随便拿了一根 此时 司机也见到了指示牌 只不过他没有像卡米一样 继续前行 而是遵守指示牌的要求 走了绕行之路 可刚走没多远 司机就惊慌失措地 跑回了车里 毕竟在这漆黑一片的森林里 独自行走 难免会有些害怕 卡米见司机回来 于是悄悄拿起弓箭 准备防身 而司机在滴盐药水时 也发现了那些照片 他疑惑地询问卡米 为什么要把照片 放在他的车里 卡米气愤地回答道 自己并没有这样做 难道罪魁祸首 不是你吗 面对卡米的质问 司机一把将照片 扔向后座 然后走下了车 他认为司机一定是 从刚开始就跟踪自己 然后设局 让自己陷入陷阱 对于卡米的质问 司机一再解释 自己并没有这样做 更没有对卡米有非分之效 争吵之时 两人发现 车后座的照片已消失不见 这下他们确定 可能周围真的还有其他人 疑惑之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笑声 吓得两人赶紧躲进车里 在车上 卡米为刚才的行为 向司机道了歉 司机大方原谅 并表示自己经常 也怕被乘客伤害 所以他每次都会选择 长相随和的乘客 双方互相很好后 又对刚才的诡异事件 展开了讨论 两人一直认为 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 让他们分崩离析 然后再互相残杀 说完 卡米本想擦窗户 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可没想到 外面就占了一个人 卡米吓得大叫起来 司机本想出去查看 但却被卡米制止 没过多久 司机驾驶员的窗户 突然被砸碎 之后还扔进来一块砖头 上面绑着一张纸条 写的依旧是 此路不通 继续绕道 付钱给收费人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声响 司机听后立刻下车 走近一看 是一位开拖拉机的老奶奶 两人见老奶奶 就像见到救星一样 赶忙询问她 怎么离开这里 老奶奶热心的 向他们提供了三种路线 可卡米却说 三种路线已全部尝试过 但结果全是绕回原地 接着卡米向老奶奶 提起路标一事 老奶奶听后 竟突然神情严肃 并表示自己没有看见路标 而且也没办法帮助他们 因为卡米和司机 正在收费人的路上 并非和她一条路 卡米和司机对此满脸疑惑 不明白老奶奶所为何意 老奶奶见状 向两人解释了一番 这个所谓的收费人 并不是人 而是一种东西 当司机和卡米走过她的路时 她闻到了一种死亡的气息 于是将两人困在了她的路里 只有付费才能出来 所谓的付费 就是付出他们的生命 卡米和司机听后 并不相信老奶奶所说 甚至还请求老奶奶回家后 帮忙拨打报警电话 老奶奶对此很是无奈 她答应可以报警 但没有用 警察到这里看到的 只会是一条 空旷大道 看不见你们 而老奶奶之所以能看见两人 是因为她之前被收费人触碰过 见报警没用 卡米又让老奶奶 通知她的父亲来接自己 老奶奶虽然同意了她的请求 但却提醒卡米 最好不要让她的父亲看见自己 不然就会进入她的大脑 使她产生幻觉 老奶奶离开后 两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卡米认为 可能尝试走下绕行的那条路 看看能不能走出去 就这样 两人壮胆走在树林里 可刚走没几步 他们就听见 身后有歌声传来 转头一看 只见一台留声机摆放在那里 上面还有一张婚礼邀请函 而主人公的名字 竟是卡米的父母 好奇的两人继续前行 发现前方挂有一排小灯 就在两人停下查看时 树上突然掉下一个麻袋 卡米吓得连忙后退 打开麻袋一看 里面装的竟是卡米的父亲 父亲离死前 让卡米离司机原点 这场计划 他也有份 到时候 你也会被他杀死的 卡米听后愤怒地质问司机 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父亲 司机告诉他这是幻觉 果不其然 待卡米再转过身查看时 父亲的尸体已消失不见 明白一切的卡米 本想向司机道歉 但一转身就发现 一个鬼魂出现在司机身后 于是他连忙提醒司机 司机见中用弓箭射下了鬼魂 这对于鬼魂来说 丝毫没有杀伤力 见鬼魂慢慢走来 两人赶紧向前跑去 一路小跑来到了一间木屋前 司机见这里有些熟悉 原来是之前和母亲度假时的地方 看来这次考验时刻轮到了司机 两人商议过后躲进了屋里 只见这里摆放着一排电视机 桌上还有一把枪 很快电视开始播放 上面出现两个身穿白衣服的人 其中一名举起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不要相信司机 他会杀了你 这次卡米选择相信司机 紧接着卡米和司机竟出现在了电视里 就在卡米忐忑不安时 他突然从电视里看见 司机想杀司机 好在卡米反应迅速 直接起身 拿枪对准司机 司机箭撞一边将弓箭对准卡米 一边解释自己没有想要杀他 这都是收费人的轨迹 不要被骗 卡米思考片刻 觉得司机所言甚适 于是双方分别放下了武器 他们觉得 留在这里只会让幻觉充斥大脑 还是返回车上比较安全 可当他们出门时 竟发现火堆旁坐着两个人 司机发现其中一人是他的母亲 母亲对司机说了很多话 但司机都没有相信 这时另一个人打晕了卡米 卡米在梦中 见到了年轻时失恋的自己 以及年老的自己 年老的自己 让卡米结束自己 结束这一切 因为即使卡米离开这里 也逃不过收费人的控制 卡米纠结过后 直接开枪 将老年的自己一枪碰毙 就这样 卡米从梦境中清醒过来 随后 司机拉起卡米 往车的方向跑去 一路上有很多鬼魂追他们 以至于他们差点就被抓到 将车后 司机和卡米赶紧拿塑料袋 将窗户全部封死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会出现幻觉 两人本想在车里等待天亮 可没想到这时 倒车影像突然亮起 里面出现一张纸条 提示两人看下时间 紧接着屏幕变红的 手机也恢复正常 上面显示 2点53分 和车子发生故障的时间 一模一样 看来在收费人的路上 时间不会发生改变 此时的两人陷入绝望 过一会儿 收费人又举起一张纸条 提示两人 只需死一个就可以 此机见状向卡米坦白道 其实在接单时 自己就有了想要尖杀卡米的想法 可能收费人就是闻到了这种死亡气息 所以才选择他们两人 既然现在只需死一个的话 也就无需再假装 卡米听后意识到情形不对 于是立刻下车逃跑 此机眼疾手快 直接一箭射到了卡米 见卡米迟迟未骑 他回到车上 准备开车离开 可尝试多次都无法启动 他知道卡米还活着 于是下车来到卡米身边 准备彻底杀掉他 但刚想动手 就被卡米用防蓝喷嚷 赶到在地 接着卡米开始 让司机争夺那支箭 由于卡米位置占优势 因此一个蛮力将箭插向司机 就这样司机狗带 卡米也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想来时 直见警笛声响起 警察和他的父亲 全部赶到现场 看来一切都已经结束 被父亲抱着的卡米 一约看见老奶奶就在不远处 看来报警的就是老奶奶 但对于警察的来临 老奶奶闭口不提司机的事 可能老奶奶就是那个收费人吧 电影到此结束 回想整部影片 收费人都在明里暗里地提醒卡米 司机是坏人 但好在最终 卡米及时反应过来 而这也告知了 广大女性同胞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尽量不要晚上 独自打车回家 当然男同胞们多多注意 毕竟人生安全最重要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